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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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田国遗址当时间来到了东汉汉光武帝晚期 于田国差点就被刹车王给打到灭国 至少于田国这块地方是被彻底打下来了 当时的于田国国王于林只能憋屈地迁移到其他地区养精蓄锐 直到将领休莫霸反叛刹车并且自立为于田国王于田国这才算是没有断了根 在休莫霸死后他的侄子广德成为了新一任的于田国国王 并且还把当年攻打于田国的刹车给彻底灭掉了 发现自家军队战斗力还不错之后 广德则开始继续吞并周围弱小的政权 做到了和善善也就是传说中的楼兰 在实力方面达到五五开的局面 楼兰商队二与汉朝的深入建交公园73年 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东汉王朝 开始将注意力放在西域的经营上 之所以如此关注西域 还是为了能够地方匈奴 若是西域防线建立 东汉完全可以将整体战线向前进行移动 中原地区便会更加安全 为此接到朝廷任务的班超 带着36人组成的使者团队 前往于田国进行交流 当时的于田国正处在将杀车攻破的喜悦之中 来到于田国之后 他发现匈奴派来的使者 已经与于田国国王进行过交流 二话不说 把匈奴使者给杀了 对田国国王 也许也进行了一定的威慑 班超向最终的结果是 当时仅算和汉朝进行建交的于田国 真正臣服于东汉 班超随后在西域变身为交际化 除了于田国之外 还和众多西域国家进行交流 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 建立了西域都护府 不过于田国也不是一直很老实 公元129年 当时的班超已经去世 东汉对整个西域版图的控制力度减少 于田国国王将淤迷攻下 将自己的儿子封为淤迷王 可能是当时打的胜仗太多 有些膨胀 于田国国王决定背叛汉朝 将整条丝绸之路难道断绝 汉顺帝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那是一万个不爽 我资助你多年 你现在撂挑子是吧 等着 汉朝时期西域谷国地图 当两万人的部队冲向于田国的时候 于田国国王知道自己错了 被他们打败的淤迷政权被恢复 于田国在绝对的实力碾压下 也只能再次臣服于汉朝 不过于田国之后还是有复叛的情况 东汉也再次对其进行了镇压 可是因为内部矛盾 东汉日益没落 最终也没有力量 再对西域进行控制了 三 唐朝来到蜜月期 如今以城堡贝县当华夏中原地区 进入了唐朝统治时期 唐朝军队开始对西域进行掌控 突厥被灭后 在于田 秋辞 岁叶 舒勒地区进行管辖 也就是传说中的安息寺镇 西域美景可以说 几乎整个唐朝时期 都是唐朝和于田国的蜜月期 虽然吐蕃王国在这个过程中 搞过一些小事情 但在强大的唐朝面前 他们依然无法撼动 唐朝在西域的掌控力量 自此之后 于田国就像是小迷地一样 对唐朝深感痴迷 唐玄宗时期 国王玉池盛亲自来到长安进行朝拜 唐玄宗直接把自己的宗室之女嫁给了他 古代的政治婚姻往往就发生在一瞬之间 西域美景就算是唐朝进入到了安史之乱的阶段 玉池盛还把自己的国王位置直接让给了弟弟 亲自率兵武迁 前来支援唐朝 平定战乱 安史之乱平息后 玉池盛不愿意再回去 他留在了唐朝被封为五都郡王 在长安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虽然唐朝在历史上面亡了 但是于田国对于唐朝的崇拜一直存在 于田国王玉池散拔婆还将自己改名为李盛天 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 于田国寺庙寺 如今的于田国虽然时代一直在变 于田国也在历史的洪流中被灭 但他与中原大陆像关联的故事 总的来说还是浪漫的 如今我国的新疆省和田县等地 就是当年于田国存在的位置 这里有着珍贵的玉石 美丽的那拉提草原草原 面积达到了1800平方公里 这里的晚霞就犹如少女的微笑一般 沁人心脾 赛里木湖的清澈 让他不负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美称 更是我国冷水于重要的生产地区 是当之无愧的宝贝县 库木土拉石窟参考资料 孙斌 大宝于田国浅探 J 新疆地方治 19912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